那我们今天要提的内容是关于这个 我们说在讯号处理最前端就是如果你 如果把你手上有的一些资料包含 比如说你可能从这个脑电波的仪器 或是从这个EMG就是机械讯号的一些仪器 得到了资料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把它input到这个 那个里面以后去分析使用 所以这个算是我们在讯号分析 等于说在最前端的地方如果说你 资料在input的过程中比如说你无法input 就是读取不到当然就没有戏场 那第二种是你读到但是你读错数值 或者是这个格式读对 那你后端端分析材质其实也都是白搭 所以这个资料输入算是整个这个 讯号分析里面非常主要的关系 应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前面的一个步骤 那除了输入之外其实我们输入之后 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资料的检视 那这个资料的检视实际上我们是透过 就是简单的讯号绘制的方式来观察一下 说我们今天这个收取的 或者是我们这个input的讯号 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太强杂讯 或者是这个格式是不是完全不对 这样所以在输入之后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check一下这个资料的正确性 那我们会透过这个简单讯号绘制的方式来 future inspection一下来check一下这个data的 是不是足够好或是足够正确 那在某一些像可能三下的实验室 比较会需要就是他们在manable处理完之后 他可能还需要转转再输出给 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城市像layview 或是其他一些辅具当作输入 那这个资料的输出对于他们来说就特别重要 那对于其他三项的同学来说 实际上这个资料输出仅局限仪在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在于说 今天我分析完之后 我总是会希望把资料给save下 然后不会希望我分析完就传播水无痕 下次我想要看这个资料结果就看不到 所以第一个 透过manable的格式做一个资料的一个分析结果储存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是 常常会有很多同学 他们已经习惯使用像spss 这样的一个统计分析的软体 所以even他分析完了 他其实有时候不熟悉manable的一个 这个统计分析的工具箱 所以他还是习惯把资料输出之后丢到spss算统计 那manable其实也提供几个软方面 比如说他可以把这个 我们算出来的数值写成像excel这样的格式 那excel这样的格式其实我们在 不管是直接用这个spss去读它 或者是我们去转贴到spss 这个资料表格上来说 其实会容易方面很多 所以这个可能在最后一部分资料输出 这边按照山上跟生下同学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那你们就选择自己最需要 那一部分子气的填定就可以 好 那这个是我刚刚提到说 你们如果刚刚听到的同学就看一下 就这个可能资料先请我们去下载一下 就到我的网页 然后课程资料的地方 有一个demo data.zip这样的一个档案 这个里面包含今天我们所有 三四种不同的类型 就是要试着来做这个资料输入动作所需要的一些data 所以这个请你一定要把它download下来 那download下来就解答说之后把这个执行档安装一下 它是一个binary viewer 我们说二进位置的一个档案的一个检视程式 大家可以就蛮好用 大家可以在这个资料input之前 先去检视一下资料格式大概是怎么样 那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今天其实care就是在我们整个资料分析步骤里面 上礼拜已经有游老师介绍这一块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从第一步就是资料输入 以及这个最后一步资料输出开始来谈起 那这边可能先跟大家抱歉一下 因为上礼拜的课程其实没有那个video档 因为游老师可能没有习惯就是用这个 录影的方式上课 所以其实我们上一周是没有录影档 那可能从这一周开始之后还是会有 那可能如果上次没听到的同学 看是不是要跟有上到课的同学寄个笔记 或是跟这个游老师的学程询问一下上课的内容 我想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主要是分成四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大家会花一堂课的时间来解释 那第二跟第三部分则是会花第二堂课的时间 最后部分是第三堂课的时间 如果说这个部分讲比较久 我们也有可能会把这个第三跟第四部分 并在这一堂课讲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几个不同的地方 好第一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资料格式 资料格式其实对大部分 就是不是理工背景 或是不是学这个电子出身的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很陌生 而且说实在也是一个好像也不必要懂的东西 因为反正电脑开机 你要上完什么都会就好了 但是这边我们在提到这资料格式的时候 就是一定得要提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大部分我们手上拿到的 就是一些商量软体 或是你去买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上次提到DAQ卡 它其实输出的一些格式可能都会是 最基本的一些单位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二进位置的 或者是它像ASCII Code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基本的概念大家还是必须要了解 你不见得要学会换算 不见得要学会自己去写 但是at least你要能够了解一下它的概念在哪里 这样可能对于你们在读取一些RAWDATA 一些原始资料的时候会有些帮助 那我想一些基本概念大家应该已经有了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提到这个所谓 电脑在储存单位里面最小单位就是bit 那我们常常提到说一个byte等于8个bits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我们常用其实是byte 就是我们常说一个档案 像我刚刚提到 我这个档案可能是100Mega 那我们所谓mega其实是指megabytes 那它其实是乘上8乘在等于几个位置 那关键在于说实际上我们储存 储存这个数值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们通常用到的最小单位是一个byte 不是用byte 因为byte的话我们说 因为电脑是二进入位置 就是不是0就是1 那也就表示说如果你只有一位数的话 不是0或是1 那你就只能储存两种状况 那大家知道这个数值范围其实非常广 就是比如说我们记录个讯号 可能从几百到几千不等 甚至是大部分的情况 其实你也要期待会有所谓小数点 floating point的存在 floating number的存在 那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 你单用一个位元 就是一个 两个选择的一个位元 实际上是不足以储存它的 那我们说其实我们通常在数值 用到最小单位其实就是一个byte 那一个byte其实我们说八个bits 那你可以想到其实八个bits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有八个0跟1的组合 那这个0跟1组合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叠出 二的八字方这么多的选项 那二的八字方等于256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储存的这个数值范围 假设我们不考虑负号 它就是从0到255 因为0也算一个数字 所以实际上总共256种情况 我们是存0到255 那如果说今天你是考虑到 因为我们很多生理讯号像EMG 11G其实11G可能在路线上没有 但是EMG可能会有一些负值 那这个负值的讯号实际上 我们就必须把我们刚刚说这个范围 0到25的一半分给负值 所以我们可能变成是负的128到正的127 这样的一个范围 总共也是256的数值 所以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是像上次我们游老师提到说 我们在讲所谓 像Data有所谓存的这个range 或者是我们说存的这个resolution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到底可以储存 我们可以看得多细 资料办完可以看得多广 这个除了在前端我们硬体的这个 采买或是设计上有关系之外 后端怎么储存也会有关系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在储存的时候 假设我今天储存的这个 资料范围非常大 就是我在仪器上得到资料范围 比如说他其实是用到 比如说4个byte 也就是说总共32个bit 那理论上他可以储存范围 应该是2的32次方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结果我在读取资料的时候 我只用了比如说一个byte 就是我们刚刚得到这个8个bit 我只用最多只能看到256这样的范围 去看资料的话 那实际上 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确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观念上是 第一步其实通常我们在读取资料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说这个资料的 它的range 或者它的一个基本的格式是什么 那当然在我们讲说这个 关于这个所谓净位置的时候 我们其实常听到这个二净位之外 就0跟1之外 像你可能会看到串数字像这样写 它还写成 假如说我们从低位的念到高位 就是0100100 那这样的一串数字 我们不会把它念成 比如说是什么 十万一百一十 不会 因为我们会加个十 或百或千的时候 代表它其实是一个十净位置 那这个情况下 因为它是二净位置 其实我们会单纯去念0跟1 那我们常常会在这个几净位的 这个标示上面 我们会把这一串数字的右下角 标上一个小小的数字 那代表它是几净位 那几净位的概念很简单 如果说我今天是二净位 那我这个每一个位数的数字 一定是小于2 所以它每一个位数就是0跟1 那可以想如果说我今天是十净位 那每位数一定就是0到9之间 不会有十出现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 那16净位怎么办 16净位因为我们阿博数字最后到9 所以实际上它在0跟9之后 又换上了五个英文字 就是a到f abcdelf 五个英文数字来代表 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串 一串比如说16净位 那它可能写一个ab 那ab其实代表意思是 第一个位数指的是第10位 b指的是第二位 其实第11位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大家只要知道说 这个其实在电脑的眼光里面 我们同样一个byte的资料 我可以用二净位去表示 我也可以用这个十净位表示 也可以用十六净位去表示 那当然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判读上 其实我们最习惯的是十净位 就是当我看到37的时候 表叉真的是37 但是当你看到二净位这个数字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等于37 因为这边有一个换算的公式 就是你把每一位乘上它的几次方 像0就乘上2的0次方 1乘上2的1次方 就是乘上2的2次方 就是乘上2的2次方 或是一个这样的二净位数 其实也可以转换成16净位 那只能转换成16净位之后 其实它只剩下25 就是只有25 但是它不是我们真的念的20 所以其实我应该念成25 16净位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大家早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今天在系统里面看到数字的时候 千万不要很直观地觉得说 这个数字就一定是我们看到的37 或是我们看到的25 如果说它是16净位的25 其实它等于十净位的37 所以数值这件事情 大家要小心在电脑系统里面 或在原始资料上 它可能用不同的编码 给你一个不同的概念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 实际上我们在常用的资料格式上 我们常常会用的是 这四种不同的一个 资料的一个主态 那实际上我们最多会用到16 byte 就是当我们提到 这个我们需要存的range很大 甚至它是包含很多位数的小数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储存一个数字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用到 我们说如果是16个by的话 那可能就是更高 那比如说以bugby来说的话 其实它代表是说 它是一个用64个0跟1的这样一个组合 去储存一个数字 所以它等于是有2的64方这么多的选择 所以它储存range可以到这么多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说 它不代表说这个就一定都是整数 它可以比如说它一半全部分给小数去做 那大家也知道小数 其实在两个时数中 是无限连续的多 所以这个必须前提是 你要去定义 你要看的位数有几位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取过程中 你一定要先知道 比如说今天别人存的时候 它存成多少个bite为一个单位 如果你要存两个bite为一个单位 比如说它两个bite去看眼光是16 如果你把这个四个合在一起看 如果你变得好像是116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一开始 你通常会有一些线索 比如说这个仪器的使用手册上 或者常常我们在输出档案的时候 它会有所谓的header档 就是一些标头档 它里面可能会记录说 我是以什么样format来组成我们data 那你不要记得 我在read这样data 或input这样data的时候 也要follow同样的结果式 好 那到这边可能 大家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那电脑的世界里面 真的都只有数字吗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可以在电脑上 呈现出所谓abcd 或者像中文字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问题是 电脑在储存的时候 我们刚刚所提到 不管二进位 十进位 十六进位 甚至是什么八进位之类的 它们都是以个数字的形式存在 那我们怎么去记录所谓的文字 那其实概念很简单 是用一个对照表的概念 就是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段 比如说我1到100代表是数字 但是我可能从101到200 每一个数字 会对应到一个相对应的文字 比如说101可能代表a 102可能代表是b 那 这个情况下 就变成是又有一个condition进来了 我告诉你说 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数字 even它是十进位的数字 你要不要了解说 这个数字是真的代表数字 还是它是一个要对应到文字 或是符号的一个对照表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开到102的时候 别人告诉你说 它是十进位 你就会很开心说 太好了 这是一个代表是102的数字 错 它有可能代表是一个 我们对照字元对照表上 102个顺位的标示 也就是说 它可能要讲是一个大a 而不是指102这样的数字 所以我们在 raw data的领域上 我们可以讲 我们可以看的是一个 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几个by 它可能是一个所谓finery data 就它可能是类似像这个数字的形式 但是它也有可能是 像我们常提到就是一个 ASCI 我们念成ASCII 就它是一个 由美国他们的一个协会 所订定的一个通用标准 就是当我今天说到几的时候 它其实对应到是哪一个字 那大家其实在看网页的时候 会看到除了ASCII编码之外 一些常见 比如说unicode 就是我们说万国码 或者是有时候 你看有时候你不是看email 会看到一些乱码 那人家可能就是说 你编码要调整 要调整对的编码 它才会对应到对的文字 所以这个文字跟字元 还有这个数字 其实在电脑的世界里面 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 它应该要identify 到什么样的一个label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number 这个是大家非常小心的 所以通常我们在拿到一个 档案的时候我们会先问 请问你这个档案 是代表它是数字的档案 它代表是一个ASCII code的档案 这个是必须你要先搞清楚 你看到东西才会是 才会是对的 在第一步的时候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是说 其实字元跟数字在电脑眼中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把它混为一谈 就是你用一般我们看数字眼光 去看档案的话 我保证你一定会就是 通常会拿到错误的一个资料 好那我刚刚提到这个ASCII code 它的全名其实叫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它这个实际上是由这个协会 去订了一个 美国资讯交换的一个标准 那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它只用了7个 7个bit 就是我们刚刚说一个bit 是两个选择 所以7个bit 2的7应该是128 那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会把 这个每一个数值 就是我刚刚说 我会把每一个数值 对应到一个相对应的字元 不见了一定是字 它有可能是标号 也有可能是一些执行码 比如说像换行 换行也算是一种 你需要print出来的东西 就是我马上在word上 按下enter它会换行 那实际上你按下enter 这个过程中 换行也是一个符号 虽然你看不见到 但它是一个存在的符号 所以实际上 在askin code编码里面 我们在前面 这个32个字元 就是我们如果 以实际位眼光来看 实际上 从0开始 就是实际位的0 开始到这个实际位的31 实际上它分别对应到一个 特别的一个操控 那因为这前32个字元 大部分都是用在通讯跟控制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什么换行啊 或者这个空的字元啊 或者是以此类推 就像什么 我们说backspace 就是退后键那种 其实都定义在前32个字元 那这样的字元一般是没有办法print出来给你看 就是你看不到它是a还是b 那你可能会好奇说 那我们一般常用的阿拉伯数字 跟英文定义在哪个区段 实际上它是定义在这32个字元之后的96个字元 等于说 从实际位的编码里面 它是从32到127这样的位置 分别去代表这个阿拉伯数字 英文的大写跟小写是两个字 所以英文大小的写就是26乘2 总共占掉52个范围这样子 那以及一些常用的符号 像是我们说的标准符号 逗点阿分号阿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对照码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指在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部分 就是指它可能是一些控制的码位 就是它是从我们看这一栏就好 我们刚刚说实际上 我们在看这个所谓数字 它可以用10进位来看 你可以用16进位来看 用16进位大家可能不熟悉 你就用10进位来看 所以可以告诉你说 实际上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比如说第10个位置好了 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10的这个位置就是 这个位置实际上它定义程式 它对应到的是一个Line feed Line feed 其实就是我们讲换行 就是换行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 这个10的这个东西 Line feed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们虽然print不出来 但是它在我们的资料格式里面 常常会存在 因为我们在存data的时候 一定会存到某个阶段就换行 不太会常算存下去 所以这个字你会常常看到 010或者是16位置里面的0A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换行这件事情 当你在Wall里面 I加Enter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它会换行 第二游标会回到最前面 那这个其实是两个动作 它其实在程式反而是两个动作 另外一个动作在这里 它叫做这个carriage return 就是说我们这个游标回到 这个最前面的位置 所以当我们说 一个标准换行动作 其实它是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字圆的一个结合 通常我们会写成0D 控格0A 就是以16进位来说 我们会这样传 我们会先让游标回到标头 再让这个游标跳到下一行 这个还叫做一个 我们一般认知的一个换行动作 所以如果你在资料格式里面 看到了0D 0A 你就知道说OK 这个Rodeta上面做了一个分段 通常分段都会有意义 比如说 换了一个时间点 或者是换了一组channel 才会有个换行动作 好 这个是 关于这个前面32个字圆 其实大家常看到 大概就是我们说换行件 或者是如果我们后面看到一些其他 我们再回头看 你不需要 特别去背这个表 如果你忘记 你就回来对一下表就可以了 这个表没有人再背下 好 那我们刚听到说 后面的96个字圆 实际上它是包含了 就是我们说从这个一开始 比如说这个16进位20 或是我们说这个10进位 第32个编码的地方 它实际上是一个空白 大家知道空格也是一个字圆 空格不是说不存在 当你来一下空格件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字圆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资料在储存的过程中 我们有时候是用换行来分段 有时候我们是用空格来分段 有时候是用逗号来分段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有时候如果你知道你的资料格式 比如说它是用空格来分段的话 那其实每一次你都去tracking这个 10进位label成32的位置 你就知道说资料到底哪里 哪边是一段一段一段 所以同样的 如果你知道它是用逗号 那你就去找 是属于逗号的一个 label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那当然我们常用到的一些 阿拉伯数字 比如说这个0到9 你说19 为什么不在里面 因为它就是1跟9的结果 它是两个字 所以0到9 实际上是定义在 就是从这个48的位置 一直到我们刚刚说9的位置 那它在16进位里面其实是30 OK 那像ABCD 它其实是从这一段开始定义 它大小写是有差的 所以大A到大Z在这边 但是小A到小Z 是到这边 所以我们其实定义的位置不一样 那其他就包含一些 这个常见的一些符号 好 那刚刚这边讲完之后 其实大家应该会有些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在 电脑世界里面 其实远远不只是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96个字元 或者是这个提到的 这30几个行动的字元 所以其实后来 为什么会提出Uincode 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 Uincode它其实用到了 这个4个byte 所以它其实可以存到 就是上千万种的一个 字元的对照 那这个其实才是被 后来大家在 不管是网页上 或是跨平台的电脑上 在使用的一个 字元对照 好 那这边要特别再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回到一个 Malib的观点 刚刚提的就是电脑 如果我们今天进入到 Malib世界 我会在我的头影片上 就是如果提到 跟Malib相关的一些规则 之后 我会在头影片的走上讲 先加上一个 Malib rule 也就是说这个不见得是 适用于其他程式语言 但是at least 在Malib世界里面 它是一个 一个定例 或是一个必须要follow的 rule 好 那第一个是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 字串 跟数字 在我们肉眼上看起来 是一模一样 但是对于电脑来说 还是要强调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Malib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要去定义 一个所谓的字串 大家要记得 什么叫字串 字串其实就是指说 一堆字元都在一起 一串的都字串 所以我们说一个字元 通常就是指 一个 一个标识 不管是数字 英文字或符号 我们称作一个字元 那当我们说一个字串 其实它代表是 数个字元合在一起 看我们可能觉得 它比较有意义 那我们称作是字串 好 那你在Malib里面 你要去定义 所谓的数字跟字串 有什么不一样 Malib总是要有个方式去区分 说到你先跟他讲 是一个数字还是字串 概念上很简单 如果你要去数字 你就打数字 如果你今天要定义说 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数字 而是字串的话 请你在前后加上单影号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位置 这个我们在1000的前后 如果我加上单影号 那Malib会记得说 这个1000不是数字 它是由1000 四个字元所组成的一个字串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大家记得 在Malib上面这是两回事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用 这个Malib去key它的话 我们等一下在试错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 你去key它的话 你会发现他给你的answer 一个就是直接打上1000 一个就会在这个answer上面 加上一个中方 这个这个单影号 简化叫做单影号 那就代表说 只要以后你再变得看到单影 就表示它是个字串 OK 这是两回事 好 我们来试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 这个字元对照码这件事情 Malib其实也可以帮你自动做转换 就是 你不需要自己去记说 比如说 用字母小写s 代表的是 刚刚提到ascii code里面的 第115个 其实不需要 虽然我们的确可以透过 插表方式 像我们刚刚说这个 好假设我今天要看s的位置 它对应到我们说实际位 其实是levels很意义 那当然这个东西 somehow你背下来没有任何用 所以其实在Malib的实践里面 它可以透过一个很简单的function 来做转换 那现在就请你开启你的Malib 假设你看Malib 我把它放一边 好 你可以同时跟我一起做 不见得就是看我做就好 你可以跟我一起做 Malib打开之后 比如说我们上次提过 Malib最基本的一个房间 应该会有一个所谓commend window 我们先试试看在commend window 上do something 好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问电脑 请问 这个对于电脑而言 一个字串s 我们刚刚说字串有什么定义 字串的定义 很简单 要单影号 所以我要在单影号 这边夹上一个s 这称作是一个s的字串 那我问他说 请问s的字串在你的眼中 会是一个什么样 就对应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我们可以加上abs abs abs其实在非常多不同的程式语言中 都会定义这个函式 那他其实最基本的概念 就代表绝对值 absoluted value 但是这个absoluted value 当然他在Malib里面也是存在 如果你打abs 后面接一串数字的话 他会给你这个数字的绝对值 但是如果你给他输入的这个东西 是一个 我们说他是一个字串的话 他会把这个字串相对应的一个编码 告诉你 所以当我打上abs 这个单领号s的时候 他会回答你说 其实答案是等于115 你们可以稍微试一下 就是你们要稍微习惯一下 我们在这个 我们通常说一个韩式长这个样子 韩式的后面 如果加上一个小括号 夸起来的东西 代表是他一个input的数值 就是我要问他说 我现在用这个韩式 然后作用在这一个input的字上 会得到什么结果 所以这个是告诉你 一个实境位的编码 他的数字是多少 ok 那如果说今天反过来的 我现在知道了 比如说我现在真的在我的资料博士里面 看到了一个实境位的编码 但是我知道他其实不是数字 他不是代表115 他代表是相对应的一个文字 那请问我现在想要查询他是 等于多少该怎么办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 问题是请问数字115 对应到的字串是什么 或是字元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是115 我并没有用代理号去把它夸起来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number 不是一个字创 好 如果你用字创把它夸起来 他就会变成是你好像要问他 请问1这个字元对应到的数字多少 然后5这个字元对应到的数字 然后这样又是变成另外一回事 好我现在可以问他 这个CHAR是一个韩式 他代表意思是character 就是我去问说 请问这一个数字对应到的字元 这个character的字元是多少 是什么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你看 现在注意到他先跟你讲这个answer 我们刚刚提到 在workspace里面 会存一下所有你在用的一些variable 一些变数 那现在告诉你说 answer的variable 像是一个单引号 夸起来一个字元 所以他是一个字元 他不是一个数字 那我们说他对应到 实际上是 这个s这样的一个字 那当然 我们刚刚提到说 刚刚的这个askin code 实际上只定义到了 前面127或128个这样的一个字元 那像我们中文字 中文字非常可怕 中文字其实以目前这个字典里面 有编列的字 其实大概有7万多个字 但是也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127 一个远远不足以去记录中的 所以后来才提出了 这个所谓的uincode 那可能有一些人有听过 所谓big5 就是我们在网上有时候 编码可以选到big5 但big5其实是专门佛 中文语系在用的一个编码当事 但是很尴尬的是连简体都不用 只有繁体中文才用 很尴尬的是big5 他实际上用的位元素 只足够他去编13000多个字元 所以其实当初这个big5 被提出的时候被一堆人就是反对 因为这个几乎还有这个 我们说这个6万多个字元 都没有办法被record进去 甚至是当初推崇big5的其中一间 电脑公司就是红基 大家有听过 他那个红基的基不是很特别 然后连他那个基资都没有被放在那个一碗 13000多个字元对照表里面 所以这件事情 后来就是为什么big5 没有那么盛行的原因 好 那我刚刚说的这个 这两个转换的工具 实际上他不只是 不只是可以输入一个单一的一个音符 你可以给他 像我刚刚说这只是一个字元 s只是一个字元 我其实可以给他一个一整串的字串 那这个字串 因为中文字都没关系 因为只要超过了电脑127 128以上之后 那他自动转换成uling code 我的对照码给你 所以比如说 像我们今天这样打 我现在如果问他说 我现在有个字串 叫做这个 我很欣赏你 得到的答案 其实他会告诉你是一串数字 就是相对应到这个实际位数字 会长这个样子 那当然反过来说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一串数字去还原出 假设今天你这个旁边的人对你有意思 他就传了一串数字给你 他说这个 看你能不能解除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编码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character 然后这样一串数就丢进来 一样去问他说 他对应到的中文字是什么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告诉你说 有一些编码 其实当你不知道他是怎么 比如说他没有一个对照表 他没有一个 告诉你怎么去编列 他其实会变成是一个 他懂的密码 或密码这样的一个格式 好 那 这个大家先练习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这个中括号形式 把一堆数字框起来的话 代表他其实是形成一个 我们说向量 向量这样的概念 你用空格 向量空格在数字中间 或是用痘号 在数字中间 其实就代表是 就是一个一个element的意思 那你们可以稍微试一下 如果有人已经 就是已经很习惯这样的keeper的话 你试试看这一串东西 如果说这个今天 今天这个 你旁边一个爱恋的女生 或一个男生 丢了刚刚那一串数字给你 然后想说 诶 其实你应该是看不懂 他只是想要满足他告白的心理 没关系 你就回答这一串东西 大家把它打一把 看看这是什么 好 其实答案很简单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诶 这个当人家想要偷偷跟你告白 不想要被人家知道的时候 你就回答说 我有专心上课 所以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这个 这个要特别小见 是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世界里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懂是中文 我们看得懂 我很欣赏你 或是我有专心上课 可是问题是 在电脑世界里面 他要去report 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时候 不管中文英文 实际上 他是用他相对应的一个编码 因为只有数字的编码 他可以转成所谓 几近未知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所以这个是 大家必须要认知的一件事 好 我们继续 我们第一部分实作会少一点 因为第一部分 比较是理论的地方 大家先把原理搞懂 我们在第二部分 很多资料应付的时候 大家就做起来不会那么痛苦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编码 当然不只是 刚刚说的ASCII这一种 这是 如果你现在开启一个笔记本 像比如说 好我们先开启一个笔记本 好 就是一般我们说记事本 在Windows 如果你是用Windows 作业系统的话 你随便打一些字 然后如果我按下存档 这个动作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储存档案 我们永远都会在这个下面 这个每一个视窗下面 不是都会问你说 你要什么资料格式 对不对 那在更下面 这个 这个记事本里面 其实它会显示一个所谓的编码 这个编码 那它现在写这个编码 其实是ANSI 它不是我们刚刚说的ASCII 但是你如果往下拉的话 其实选项就是什么 UIN code 或是UIN的其他一些选项 但是 UNICode的其他选项 但是 并没有像我们刚刚提到ASCII 所以大家可能也要稍微认识一下 什么叫ANSI 叫你一个资料格式 那ANSI 其实它只是一个 ASCII的延续 就是我刚刚说 它其实你只用七个Beats 来记录符号 其实这128个字元不够 所以实际上 这个ANSI也是美国 他们有一些会来订 他们是扩充 这个ASCII的一个东西 它只是在后面 就等于说在最前端 加上了一个Beat 所以它就由2的7字方 跳到2的8字方 这样一个选项 等于说 多了128个符号可以选择 所以 它把一些像是希腊字母 就是我们说α βγ 或是像是一些标线 像我们以前 不是可以用什么 以天中文系统DOS 去画表格 那个标线 实际上都是Record 在后续这个里面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 这样其实就在256个符号 也还是不足够 所以 其实后来大家最常用的可能 是在这个UNICORD 这个选项 那当然 但是当然在我们 资料格式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资料格式 其实不外乎就是 对外国人来说 不外乎就是 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26个英文字母乘2 就是包含大小写 以及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数字 因为 任何的数字 你都可以用一堆字元 把它给显示出来 比如说 付的1.2689 你可以用 付一个标号 1. 就是这么多一个字元 把它给呈现出来 所以其实在 我们一般在 我们research上面 在用的这个资料格式 尤其是来自于 国外的format 这个格式上 ascii code 还是目前最常用的一个编码 所以你常常会知道 ascii 或是我们说这个 下面这个ansi 这样的一个格式 哪一种 其实都是目前 我们在这个资料格上 还是最常出现 最常用的一个格式 好 那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概念 大家 可能有些人会听得懂 有些人会听不懂 因为这个关系到说 我们刚刚提到 每一个字元 在电脑里面都要用 可能一个byte 就是我们说八个beats 来记录它 但是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 在电脑里面 除了一个字元的记录之外 如果我们现在有十个字元 这十个字元又会怎么去排列 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 比如说我们正常在讲这个321 321 表示说我们知道 我们要从这个位数大的3 开始去念它 所以我们会念成321 但是在这个记忆体储存上面 记忆体位置上面 我们在宣告这个 储存这个位元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个顺序上的差别 像321 在电脑眼光里面 其实它会把它存成1 2 3 它会按照小位数到大位数去存 那这样的一个规则 其实是称作利通因点 就是它把它小位数放在前面 称作利通因点 那这个是在一般我们目前手上 可以拿到的电脑 包含是Intel的 或是AMD的处理器 甚至好像我不确定Mac 是不是也是用这种 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大半的电脑厂商 其实都是在用利通因点 就是我们其实 这个念数字的时候 跟我们存数字的时候 方式是刚好相反的 所以比如说 刚刚我今天举一个例子 我今天有一个实境位数字 就是15294像一个数字 我把它转存成二境位 那转成二境位 你会发现它需要两个byte才存得下 因为 两个byte才存得下 因为我们刚刚说一个byte 只有bugbeat 只能存到 就是最多就是2的8次方 256这么多 所以这个已经远大了 256它必须用两个byte 也就是说它是2的16次方 这样的方式才能存它 OK 虽然我们存下来理论上 它应该是两个位元组 两个位元组 在那个 电脑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是用位数来看数字 我们是用位元组的眼光来看 所以我们现在说 它其实是两个位元组 就是八个beats 八个beats 只是一个位元组 那我们在存的时候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换算出来 应该长这个样 但是实际上存的时候是颠倒的 我们会把这个比较小位数的这个 位元组放在前面去存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解析资料上又会不一样 如果你今天解析的顺序是 一路加在照我们喜欢解析下来 那你看到数字 刚好会跟真实的数字是颠倒的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只要知道 说Little India 如果你在一些 资料转向上看到Little India 你知道记得就是 我们读 跟我们存的格式 刚好是相反 这样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其实是 刚好就是相等 读的跟存的是一样 所以它称作是BtA 把大的位数 或是大的位元组 放在前面 好所以我们常常在提到一些 资料格式里面包含了 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整数 Integer 那Integer实际上它必须是 要考虑它是不是有所谓正符号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 unsine sine sine是指符号 所以unsine就是指没有考虑到符号 因为它都是正值的意思 我们称作 unsine的Integer Int8的时候 代表是Integer 8 bits的Integer 所以它是一个bind 来宣告一个Integer 当我们写Integer64 代表它是64 bits 来宣告一个Integer 那它代表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说 8个bind 来宣告一个Integer 这个就是完全关系到说 到底你今天储存的这个数值范围 多大或多小 你可以想 如果说今天我的这个record数值 都是介于0到10之间好 我没有必要去用 我们刚刚说这个64 bits 就是8个bind 那到2的64次方 这么多的选择 来去储存一个数字 因为非常非常浪费空间 原本你只需要用8个bind 8个bit 就是我们说一个bind的大小的存 所以等于说 你无端的去放到它8倍的一个容量 所以一个8MB的档案 可能到你手上变64MB 一个800MB 到你手上变6.4G 所以这个 资料格式的精准度 我们先做precision 就是到底你要用怎么样的一个 精准度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数 来组成一个资料格式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了解 所以常听到的有integer 有single single single其实代表它是一个 就是有小数点 但是它是用32个beats 去宣告一个小数点 以及double 我们称作 那种叫double 是因为它是双倍精准度 所以它是有小数点 但是它是两倍的精准度 所以它变64beats 来组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常看到一些table 当然一样你不用去寄它 只要你要用它去check一下这个table 就行 好 好